身穿美國海軍飛冠制服 他就是一次射入戒諜案的台藝 美國海軍少校艾德華琳 而他的泄密對象 則可能包括了台灣以及中國 官員說他們相信他可能 是在中國 台灣 或其他人 根據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網 所揭露的少許案情 艾德華琳14歲從台灣移民美國 能說流利的中文 現年39歲 是美國海軍勤艘部門的少小飛官 曾在夏威夷負責白羊二型偵察機 角色是信號情報專員 去年初轉調到維吉尼亞州的 海巡偵察隊 監管包括海神巡邏機 獵護座反潛偵察機 以及無人機等勤艘分析 我可以說的幾乎 因為海警部有指示 這個人已經被罪犯 包括警察 美國官方不願多談 然而根據美軍的起訴書 艾德華琳2006年起就涉嫌從事間諜工作 已經兩度 將機密文件洩漏給海外國家 而且還有三次間諜行動未遂 而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網 則指出 艾德華琳負責的偵察工作 是美軍重要機密 一旦敵方知道美軍的勤搜模式 就可以進行有效規避 甚至提供假訊息混淆美方情報 也因此本案已經被示威是1985年以來 最大先移案 剛才我們看到台裔美籍的飛官 他資歷非常的完整 如果請問 在國際之間彼此刺探軍情 這麼一個key man 也有這樣關鍵的情報 應該每個國家都很想要吧 有錢就可以鞏固自己不是嗎 他的這個工作 這個艾德華琳 他其實他後面有 他的那個新聞有那個動作 他好像是叫林健良或林健什麼 中文名字 對 中文名字 他本身其實是在台灣出生的 他出生到以後大概14歲 也就是他其實已經念到了 國中二年級 國中三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全家遷往美國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你要 全家移民的話 家裡沒有小男生的話 當然要在到了高中以前 一定要趕快移民 不然你就出不去了 他就在那個時候去了美國以後 可能他後來 在美國不管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他加入美軍 然後加入美軍 他其實到現在 他是擔任到一個海軍少校 他的官階是Luternian Commander 這個工作他其實 他的所負責的這個單位 他其實的機密等級 我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高 為什麼 因為首先 他 我們看到 他在服務的這個飛機 他本身不是飛行員 美國海軍的這個飛機 甚至空軍也一樣 他們有所謂的這個飛行軍官 也有就是飛行員 像那個艾德華琳他本身 你看他掛的這個前面 這個飛鷹的這個兄章 他其實是一個海軍飛行軍官 也就是他屬於後艙的人員 不是開飛機的 對 就在裡面的 對 他的後艙他是做什麼 你看 他其實坐這個飛機敏感度非常高 叫做EP-31 EP-31我們大家回想一下 2001年的4月1號愚人節 那時候他在家裡面看到一個新聞說 美軍軍機迫降南海 那什麼飛機 是這一台 對 就是同型的這個飛機 愚人節的搞笑 這個飛機他本身是做什麼 他其實本身是做電子信號的 一個偵察的 什麼叫電子信號偵察 其實他就目前來講 他負責這個電子偵察的時候 美國海軍有兩個單位 一個叫第一艦隊偵察中隊 一個叫第二艦隊偵察中隊 分別部署在太平洋跟大西洋 太平洋這邊 他可能就從日本的三則基地 起飛以後對不對 飛到琉球 然後再從琉球再起飛 就沿著大陸的東南沿海 然後去繞一圈 然後可能到新加坡落地 或可能就繞了之後 回到美國在琉球的這個基地 他做這個東西是要幹嘛 他其實在整個飛的一路上來講 他上面有相當多的人員 包括像電子偵察的人員 電子情報分析的人員 另外還有很多帶一種人 叫什麼 叫做語言專家 Language Specialist 像他的話對不對 他本身出生在台灣 中英文應該OK吧 中英文OK 特別是如果說他在台灣 成長的過程中 還有機會接觸到台灣 現有的一些 在大陸來的這種南腔北調的話 他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像他 因為像他這個除了就是 負責接收電子情報之外 另外他也要去監聽 這個飛機 他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能力 他要去監聽 他去監聽以後 他可以去監聽 整個大陸對這架EP31 整個防空網啟動以後 如何應對 叫偷聽吧 當然 監聽 偷聽 都可以 看你怎麼說 也就是說這個飛機 其實在美軍來說 其實真的可以說 任務等級非常高 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其實手中 後來他又在這個飛機上 曾經做到這個任務協調觀 也就是今天怎麼講 他這個少校這個階級 在這樣一架飛機裡面 他階級算很高的 幾乎可以說是後艙的一個頭 權力很大 對 就是說他等於說 他在做任務的過程中 要全盤的掌握 就是如何進行偵查 如何進行電子情報的徵收 如何分析這些情報 這個都是他負責的工作 所以在這情況下 他的工作的機敏程度 可以說很高 但這一次來講 就是說他洩漏這個情報 現在美方是在調查 他到底是給了哪一邊 是給台灣這邊 還是給了大陸這邊 我們台灣說沒有 沒有不干我們的事 我們說沒有 這麼快的跳出來說沒有的話 我覺得肯定有問題 你這樣想 對 這是真的 因為你任何一個情報工作 當你的部件在外的情報員 失封的時候 第一時間你的這個 就是任命這個情報 去收藏 收集工作這個部分來講 你是任命他嗎 你一定要堅決否認到 你說他是我們的間諜 我沒有說他一定是 但我只是說 你一定要堅決否認到 為什麼 像比如說如果今天大陸 抓到一個號稱台灣間諜的話 我們這邊的相關大陸 一定要說沒有 對不對 要不然的話你說有 對 沒錯 那就沒得完 對 死定了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沒有 但是你說到底是有沒有 說真的 沒有人知道 因為他目前還在調查之中 你說他今天把這個訊息 就是賣給大陸的話對不對 可不可能 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其實說像這種 台裔的這種軍官 或是華裔的這種軍官 在美國 美軍裡面 雖然說他們可能跟同僚 相處得非常融洽 但是你要真正能夠打入到 他們的這個圈子裡面對不對 又有一些困難 如果你在那種 就是社交圈子裡面來講 你沒有辦法打入他們的 美國這種所謂的 狐風 黃風階級的這種階層的話 你可能就要回去找 同樣屬於台灣 或是同樣語言背景的人 當然今天有一個訊息出來 就是說他本身對於大陸那邊 他可以說非常厭惡 特別是厭惡就是說 過去中國大陸的毛澤東 毛信東導人 對 所以說他 當然這個部分來講 有可能是美國媒體 在放風向說 也許 他的東西可能到台灣這邊來的 這個可能性也很大 但是因為目前來說 到底是給了誰 不知道 但是你說我們台灣有沒有需要 其實我們台灣 對於他所獲得這個情報 嚴格來講 我們也是很有需求 請問我們為什麼需要 用在哪裡 因為很簡單 今天你說我們如果今天一旦 就是說目前 我們講過很多次 兩岸目前來說 不以武力解決問題 目前來說 在雙方還沒有達成共識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是不是要對對方 有一定的軍事準備 對不對 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要收集很多 包括對面一些電子 那種參數包括像 他給我們是中國的資料 對 如果他給我們是大陸的資料 那可能我們就比較想要 對 我跟你說 我們其實可能是非常的想要 還不是普通的想要 因為就是說你這種 美軍的這種飛機區 它很固定的 一直在去徵搜 就是大陸的這種包括像 各種的這種搜索雷達 然後甚至於就是射控雷達 這種相關的這種 電子情資參數等等 因為這種東西 你不能等到打仗 你再去收集 那收集不來的 另外也希望能夠知道 大陸他們整個在應對這種 入侵的飛機 他整個這種攔截的過程 比如說他從哪邊 派一些飛機上來 然後分批如何來伴隨你等等 這些都是我方 其實非常想要知道 但是我方其實現在要去搜集 其實並不容易 因為第一 美國已經限制 你台灣的飛機 不能過海峽中線 這種事情你的飛機 經常的過海峽中線 才能辦得到 但美國會說你不能去 你說對於我們來講 美國是賣給了台灣 很多很多的軍事硬體 但是像這種 在軍事硬體裡面 你要如何運用這些硬體 最重要的這些軟體參數 他不給你 你要一附近賣給你說 好 我賣給你 你要也沒關係 你自己想辦法收集 你說對我們來講 我們怎麼收集 你又不讓我們去 又讓我們收集 我們當然只好另辟蹊徑 所以你說賣給台灣有沒有可能 還真的有可能 我們不能完全斷絕這個可能性 但是相對來講 你說大陸想不想知道 大陸也當然很想知道 因為就是說他們當年EP31 在迫降在零水以後對不對 大陸也很厲害 透過逆向工程 你們把這架飛機摸得 摸得可以說很清楚 但是我也相信 大陸對於這飛機上 很多的設備等等 應該還是屬於知其然 甚至於不知其然的狀況 如果直接能夠從他這邊 獲得一些印證或資訊的話 對於大陸來講 也會對他們的電子偵察 這種技術跟能力上來說 會有更近一層的幫助 即便就是說沒有幫助 至少也知道如何 反制美方的這種電子偵察 對不對 一定的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人 他所掌握到的電站訊息 跟電站能力 所以基本上來說 對海峽兩岸可以說是同等重要 這個間諜情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密 之前美國的飛官 還出現就是 特別洩密給俄羅斯對不對 俄羅斯 前蘇聯 其實透過他們非常綿密的間諜網 滲透美國的軍隊 像美國海軍就有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他透過一個 在美軍裡面服役的士官 他獲得了什麼 獲得了你看 就是他美軍的潛艦的靜音資訊 還有就是說整個 美國在北大西洋 建立的水下監視系統 那個時候蘇聯才赫然 發覺一件事什麼事 就是當蘇聯潛艦 從莫曼斯克出港以後 他全部知道 整個過程美國人一清二楚 都看光光了 對 你的潛艦到哪裡 也就是說蘇聯的潛艦 進入北海峽間 根本不可能 這根本是無所遁形 但所以蘇聯那個時候 他馬上 因此他就知道就是說 你要再搞再多潛艦艦 對抗美國都沒有用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要守好北溪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蘇聯在那之後 就非常努力的 不管是照航空母艦等等 就是呈現一個手勢的作為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海軍 他其實雖然說 這個事情讓美軍 等於說在電子作戰 或是這種水下監聽上面來講 重要資訊被人家知道 當然蘇聯也知道 美國這個能力 但是蘇聯他其實本身的 應對方式完全不是說 去照更多的潛艦或是什麼樣 或是大幅提升自己的精英科技 當然首先也是提升自己的精英科技 但是真正他們在戰術上的發揮 是去如何守住北冰洋這一塊 不要讓美軍的潛艦 跑進來發射飛彈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你從北冰洋打這個飛彈的話 蘇聯全境哪兒都打得到 對不對 這個就是整個這個跌爆狀況 對後來整個作戰最大的影響 接著我們有些人 這個程度 是有些人